白军一说 无论海角与天涯 大抵心安即是家 用心生活天下处处是故乡 请问以下哪一连诗写的是 在异乡定居的愿望 A 我本无家更安往 故乡无辞好湖山 B 梦里不知身是客 一赏瘫欢 选手请答题 选A按蓝剑 选B按黄剑 多少人回答正确呢 请看 23位选手回答正确 本题的正确的答案就是 我本无家更安往 故乡无辞好湖山 这个情有意思的 他们都有自己的家乡 苏氏的家乡在四川 白军的家乡在河南 但他现在确说杭州是他的家乡 杭州当然是好地方 他们俩前后脚 是吧 虽然隔了好些年 但都做过杭州的刺史和支州 苏氏这个人骄傲得很啊 能够真正让他崇拜的人 其实没有几个 白居易绝对是一个 你像他这个东坡居士 原创都不是苏东坡 就是人家白居易 白居易到了中州 把那东门外的一块地 种了好多个花 把那地叫东坡 所以啊 白居易这个诗人 他的人格 诗格 诗风 深刻地影响了宋人 这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 所以这个给我们了一个 很大的启发 任何人的思想 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他有自己的源流 既有从生活中来的这种来源 更有从前人的思想当中 所集齐的 只有这些 才能铸造一个千古的苏东坡